今天要为你解读一本小说《我本芬芳》 它的作者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奶奶 叫杨本芬 你可能已经听出来了 书名就是在作者名字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 这个书名很贴切 《我本芬芳》但奈何 后面紧跟着的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而书里的故事也确实让人一唱三叹 全书用八万来字 书写了一段跨越六十多年的婚姻 这段钻石婚在外人看来简直固若金汤 但是两个当事人却并没有获得幸福 相反 婚姻成为一道解不开的枷锁 把两个人痛苦地捆绑在一起 就像书的结尾所说 他有他的伤痛 他有他的伤痛 悲惨孤独的人更宜相爱 他们该相爱的 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这本既轻盈又沉重的小说 入选了2022得到年度书单TOP10 而作者在80岁那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 邱元 则入选了2021得到年度书单 此前 我因为你解读过邱元 当时还采访了作者本人 这位在花甲之年 才开始拿起笔进行文学创作的老人 竟然意外地成为第一位蝉联 得到年度书单的作者 当然 杨本分老人的作品 不只在得到受关注 事实上 自邱元出版以来 他就成为人气极高的当红作家 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接连推出了《邱元、福木、我本分方》三本小说 出版方将其命名为 《看见女性三重奏》 他的作品和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 邱元讲的主要是他父母的故事 福木讲的是他的一些亲人和乡亲们的故事 而《我本分方》讲的是他自己漫长 但并不如意的婚姻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邱元》的续集 在邱元里 那个在运动中风雨飘摇的家庭 最终没能抵挡住时代洪流的冲击 四分五裂 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母亲邱元带着两个小儿子 从湖南老家流浪到湖北汉川 为了生存下来 他改嫁给一个当地农民 而那个勤奋早会心地善良的大女儿之华 独自闯荡到江西宜春 为了追寻读书的梦想 进了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 江西贡大分校 而《我本分方》的故事 就是从这里开始讲起 不过 作者没有沿用邱元里芝华这个名字 而是改成了陈慧才 其实这两个人物的原型都是作者本人 我在采访杨本分奶奶时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写《我本分方》是家丑外扬 这确实是一段不幸的婚姻 但是如果仅仅是家丑 旁人也没有太多必要去了解 毕竟谁家还没有一点不足为外人道的难堪事呢 然而 很多人从《我本分方》的辛酸故事里 读到身边许多亲人或邻居的影子 想起自己父辈或祖辈的婚姻 女性为了维系婚姻 委屈求全 而男性对妻子缺乏起码的温情和善意 婚姻甚至都不只是围城 而更像是一座折磨人的炼狱 罗振宇老师在推荐这本书时说 这样的夫妻我见过 他们彼此不相爱 互相谩骂了一辈子 摧残了一辈子 就等着死来解脱 人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似乎不应该呀 但是人间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故事或许让我们伤感气愤 痛惜无奈 但是它也会让我们对婚姻 对人生的真相 有很多全新的理解 当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 不具世俗的眼光 开始拿起笔直面婚姻中的遗憾与困惑 直面内心真实的情感需求 这个行为本身就值得我们致以敬意 今天的解读 我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讲述两位主人公六十多年的婚姻故事 看看那些不可思议的夫妻间的局遇 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故事 看看为什么两个悲惨孤独的人 没能相爱 好 我们先来听故事 前面提到 故事的女主人公叫陈慧才 1940年代 她出生于湖南的农村 她的父亲是个读书人 曾在国民政府当过官 后来回到乡下教书 隔股顶心之际 那段早期的围观经历 成为一种罪行 三年困难时期 慧才的父亲在贫病交加中饿死 她的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逃荒 已经成年的哥哥 则被打成了黑帮 家里的房子 连好一点的门板都被人撬走了 家庭遭遇一系列变故 乌漏偏逢连夜雨 慧才就读的中砖也停办了 没有书读了 她又不想回到乡下 于是一个人跑到临近的江西 寻找读书的机会 幸运的是 她如愿进了一所 可以半工半读的学校 将其供大分校念师范 之所以选择师范 是因为师范班的学制最短 只有一年 这样她可以早点毕业 参加工作 读书期间 慧才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 认识了当地县医院的吕医生 两人相识仅两个多月 就仓促结婚了 慧才当时还没满二十岁 她之所以答应结婚 一是觉得吕医生 人还不错 为人诚恳 读过书 长相也是她喜欢的 二是因为吕和她一样 出身不好 吕的家庭成分是地主 而她的家庭成分是旧官吏 在当时都是不受人待见的 相近的出身 或许能让他们彼此 多一份理解和关爱 而最重要的原因 是慧才当时即将被学校下风到农村插队 而她还想继续读书 吕答应帮她圆梦 出钱让她读书 但条件是 两人先结婚 慧才对这个仅有数面之缘的男人 有一些好感 但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不知道她的性情和生活习惯 甚至连她的年纪都还不知道 她并没有做好结婚的思想准备 虽然没人拿着棍子或绳子逼着她 但她感到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胁迫着 就这样 她稀里糊涂地踏进了婚姻生活 但两人极为有限的交往 还是让她对未来有所憧憬 她希望能考取学校 等毕业后就和吕在一起 她要一辈子对她好 不离不弃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用行动来报答她 然而结完婚之后 这些美好的憧憬 很快就被现实记得粉碎 首先是读书梦破灭 当时到处都在下放 根本没有学校科考 吕也没有要帮她找学校的意思 还劝她说 当农民也不错 灾灾重重 还能养点积压 顶好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 慧才只好无奈地接受现实 永久地告别了校园 但她不想像寄生虫一样 靠丈夫养活 于是到医院附近的一个生产队 找了个地方住 在队上劳动 赚取公分 这个生产队离医院顶多一里路 但奇怪的是 吕不愿意和惠才一起住 甚至连饭都不肯一起吃 只是每周日晚饭后 才会去慧才那儿坐一会儿 然后又回到医院 她虽然结了婚 但还是习惯过单身生活 没有家的概念 她每时每刻都离不开 她的工作和同事 和同事们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和慧才却没话可说 这还仅仅是开始 吕的冷漠性格在日后渐渐凸显 而慧才对婚姻和爱情的无限憧憬 也被冷酷的现实一点点浇灭 有一次 慧才送吕回去 没锁大门 没走多远就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 却发现公共婆婆送的两只大白鸡 被人偷了 慧才伤心至极 等吕回来后 慧才把事情告诉她 懊悔地说 要是我锁了大门就好了 这是让小偷钻了空子呀 没想到 吕一言不发 脸色阴沉得可怕 无论慧才怎样和她讲话 她都不搭理 接下来的日子 吕仍是几天回来一次 但不搭理慧才 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慧才总是热脸贴冷屁股 怎么也讨不到吕的一点欢心 过了两个多月 慧才终于受不了了 她不知道吕为何要这样对她 她拽住吕的手 边哭边说 请你告诉我 你要恨我到几时 吕还是默不作声 甩开手就走了 直到多年后的另一次争吵 吕旧事重提 这桩悬案 才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 吕压根就不相信 鸡是被人偷走的 而是怀疑 慧才偷偷把金卖掉了 接近娘家 这件事她一直记恒在心 听到吕的这番怪论 慧才感到莫名惊诧 气愤不已 慧才的父母 都是知书达理之人 都做过老师 虽然他们家境贫寒 但是 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即便在最落魄的时刻 他们一家人 也坚守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体面 有人偷公社食堂 或者集体土地里的粮食蔬菜 但他们宁愿挨饿 也绝不做这样的事 此时 丈夫说他偷偷卖鸡 真是莫大的侮辱 但是 像这样的局域 在他们的生活里 从来没有停止过 慧才从小吃惯了苦 什么家务活都得干 结婚后 他一直是自己砍柴 种菜 挑水 做饭 在怀孕期间也不例外 而吕除了帮忙挖土和聚柴 什么家务活都不干 扫帚倒了 都不会服一下 慧才怀第一胎的时候 有一次他洗完澡 要吕帮忙抬下脚盆 把盆里的水 倒到隔壁的尿桶里 吕默默地坐在椅子上 说 自己的事 自己处理 不要搞得娇生惯养 慧才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他只好在吕的眼皮底下 用脸盆一点点把水 咬到隔壁倒掉 最后一点水咬不出来 他只好吃力地端着脚盆去倒 脚盆边沿正顶着他的肚子 等他再走进房里 也是泪流满面 他对吕说 想不到你会对我不好 吕二话不说 拔腿就走 慧才的肚子一天天变大 他想让吕每周多回来一两次 给他壮壮胆 但吕不肯 总说 命要紧 这让慧才很不理解 他称怪地说 难道我会把你吃掉不成 孩子出生的那天 吕总算在家待了一整天 晚上临睡前 慧才希望吕能睡在他的脚边 因为他下身很痛 每起来一次都很困难 要是晚上孩子哭了 吕可以起来帮把手 没想到 吕竟然说 我怕血腥味 不睡床上 再说 也不能搞得你娇生惯养 说着就搬了床被子 睡在床边的躺椅上 那一晚 孩子哭了好几次 面对孩子的啼哭 慧才本能地去抱孩子 但因为伤口疼痛 他没法坐着 只能跪在床上 一晚上下来 整个人累得支离破碎 而吕在躺椅上呼呼大睡 没朝床上看过一眼 慧才心寒的数落党 关键时刻 你总是袖手旁观 不肯帮一点忙 不知道我们算不算负气 你对我连个熟人都不如 还动不动就怕我娇生惯养 我跟你一起生活 何时得到过娇生惯养 你对我的关心 不会超过对一支钢笔 吕默默地听着不吭声 也不反驳 慧才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得不到任何回应 有一次 慧才带孩子外出 家中意外失火 被子 蚊帐和衣服都被烧了 幸亏邻居及时发现 把火扑灭了 等他们娘儿俩回到家 看到家里一片狼藉 他失声痛哭 邻居们纷纷劝他 千万别急坏了身体 这时候 得知消息的吕 从医院赶了回来 肩上扛着一个大纸箱 里面是被褥 床单和枕头 垫的盖的一应俱全 但吕没看慧才一眼 自顾自地把东西 一件一件拿到床上 面无表情地说 这是医院帮我们买的 这下好了 我们吃救济了 慧才觉得失火 是自己大意造成的 连累了吕 害得他在单位做不起人 结婚前 吕是一个有钱的单身汉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穿的是高级衣服 盖的是香袖背面的被子 连院长外出开会 都要向他借身衣服来冲阔气 而现在 他却成了需要救济的对象 心里肯定很不吃滋味 慧才内疚 懊悔难过 不停地自责 但吕没有半句安慰的话 还有一次 大半夜里 有人来偷兔子 当时吕下乡去了 而慧才正怀着第二个孩子 兔子关在屋外头的木箱子里 慧才隔着门 听到兔子的尖叫声 知道有人在偷 但是他不敢开门 生怕贼会撬门进来 他站在门后头喊 打贼呀 打贼呀 不要偷我的兔子 这只兔子养得又肥又大 他一直没舍得杀来吃 却被人偷走了 他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没想到 吕这一次倒是反应激烈 他下乡回来后 一个劲地质问会在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好人怎么会怕贼 贼是坏人呀 你怎么就不能起来捉贼 怎么就不敢开门 吕对妻子和孩子冷漠 但是对同事和朋友 却非常热心 在结婚后 他一直延续着婚前的习惯 时刻备着一些零食 有人来找他聊天 他总是慷慨地 把家里的零食拿出来招待 下乡时 结识的农民朋友 来县城赶集 顺道来看他 他会倾尽家里所有来招待 用全家人一个月的肉票 买了肉 而过年时 留下来的墨鱼 炖了一大锅 他和惠才说 乡下人平时没东西吃 这次就让他们吃个足 然而 这顿饭吃下去 他们全家老小一个月 都见不了婚 惠才埋怨道 怪不得人人都喜欢你 你也喜欢别人 在吕看来 对别人一定要好 对自家人怠慢一些无所谓 惠才觉得自己的命实在太苦了 他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 有一个善解人意的丈夫 但是他偏偏遇到一个如此冷漠 不顾家的男人 他感觉不到一丁点来自丈夫的体贴和关爱 他恨透了婚姻 更害怕婚姻 所以一有机会就赶紧结扎了 做完结扎手术 惠才身体虚弱 但是吕怀恨在心 不肯照顾 惠才只好写信 让母亲从老家赶来照顾他 母亲一来 他才像个刚做完手术的人 终于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了 然而 吕对岳母也毫不客气 岳母煮了一只鸡 给惠才补身体 吕气愤地说 岳母偏心 不会做人 因为岳母竟然没有教他吃一口 连假心假意都没有 岳母对吕的无礼 十分气愤 和他大吵了一架 尽管很心疼女儿 但他还是回老家了 剩下孤立无援的惠才 此后的日子 惠才天天以泪洗面 吕始终没有走进房间 上前安慰几句 惠才数落他 他也知道错了 但是每天尽量躲着惠才 不会说声对不起 此后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家庭的开支也越来越大 吕的家庭责任意识有所增加 发完工资 不会再大手大脚的去花掉 而是如数拿回家 他会想办法为三个孩子筹措学费 为了让孩子考上大学 会积极地给孩子们买学习资料 订杂志 后来 吕得了一场严重的眼疾 势力一天天衰退 他担心自己会失明 因而 人变得喜怒无常 但惠才 一直贴心地照料他 安慰他 陪他到上海 长沙等地医治 他的势力 总算得以恢复 也许是因为患难见真情 也许是因为患难之后 更懂得珍惜 此后 吕的性格慢慢变得温顺 对惠才 也有了更多的依恋和体贴 然而 当他们来到冒蝶之年 惠才有些天真的 还住吕的脖子 问 假如真的有下辈子 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吕坚定地摇头 说 不愿意 惠才终于悲哀地意识到 这段漫长的婚姻 他们俩都没有获得幸福 他们各有各的伤痛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书里的故事讲到这里 就戛然而知了 不知道你在听这个故事时 有何感慨 很多人在读这本书时 都会为吕的冷漠感到气愤 同时又会大惑不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冷酷无情的丈夫呢 为什么两个悲惨孤独的人 没能好好珍惜彼此 过上幸福的生活呢 但是 也有人在吕的身上 看到自己父亲爷爷 或者其他男性亲友的影子 他们对外人热情 对孙辈宠爱 唯独对妻子异常冷漠 甚至常用暴力对待 书中 吕的形象正反映了这一类人的特点 我曾经也见过不少这样的夫妻 其中有一对老夫妇特别极端 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分居了几十年 各自生活过日子 平日里形同陌路 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才在子女的撮鹤下 勉强地坐在一起吃顿饭 那位老爷爷有一定文化水平 曾当过干部 谈吐儒雅 受人尊敬 而老奶奶慈眉善目 笑口常开 与邻里打交道非常热情 在他们七十多岁的时候 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老先生 竟然干出了一件 骇人听闻的事情 他用锄头 把自己的妻子活活砸死了 砸得血肉模糊 后来他自己也疯掉了 是怎样刻骨铭心的仇恨 才会干出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呢 我没有去打听事情的缘由 但我相信 夫妻之间的这种冷漠和暴虐 并不少见 只不过大多数家庭都选择掩盖 不让家丑外扬 外人看到的总是光鲜亮丽的一面 只有进入他们的生活内部 才能看到遍地鸡毛 而我本芬芳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让我们看到一段不幸婚姻的原委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个让人不解的丈夫 吕的行为原因 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的性格与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 吕对妻子冷漠 缺少骑马的关爱与温存 也不善言语 经常用冷暴力来处理家庭矛盾 其实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书里没有重点写 但也有所交代 吕的亲生父亲年轻时好赌 从不顾家 他的母亲生了十一胎 因为养不活 孩子不是送人就是夭折 吕在两岁多的时候 就被送给了同村的邻居 养父母待他不薄 省吃俭用供他读书 他们家有一点田地 结果在土改时 家庭成分被化为地主 吕在十岁那年 得知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 痛苦地说不出话来 躲到一堆稻草后面 哭了整整一下午 后来养父母在运动中 经不起斗争 双双跳进池塘自杀了 吕一夜之间成了孤儿 他去投靠自己的亲生父母 结果亲生父母 因为害怕受牵连 拒绝收留他 只给了他一缸子米 这样的原生家庭确实不行 无论亲生父母 还是养父母 给予他的温暖和关爱 都实在太少 对吕来说 家庭从来不是一个温馨的港湾 而是一个让他心碎的地方 所以 他的家庭观念淡漠 缺少家庭责任意识 他也不知道 该如何去做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 因为他从来没有受到过 这方面的熏陶和教育 心里缺少一个好丈夫 和好父亲的标杆 他也不知道 如何处理亲密关系 当与妻子发生矛盾时 不知道如何正确地 表达内心的想法 只能一言不发沉默一对 有时候他知道自己错了 但他不会去安慰妻子 或者向妻子道歉 而是选择逃避妻子的质问 拒绝回应 在性格开朗直率的妻子看来 这样的反应就是冷漠 甚至是冷血 在很多传统的家庭里 丈夫对妻子表现的冷漠无情 尤其羞于在人前展现出亲密的一面 他们习惯于用暴力或者冷暴力 来应对妻子的情感诉求 同时 宣示自己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这是男权社会的恶果 也是一种爱无能 然而 吕对他的同事朋友 又十分热情慷慨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也得从他年轻时的经历说起 抗美援朝的时候 村干部把征兵的名额 给了吕这个孤儿 那时候对农家子弟来说 当兵是最好的出路 但村干部并不是因为同情或器重 才把宝贵的名额给了他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批兵是要跨过鸭绿江上前线的 生死未卜 而吕的养父母去世后 他对亲生父母和村子都没有任何留恋 巴不得早点离开 于是去参了军 结果没等他上前线 就传来了停战的消息 他读过一年高中 算是有文化 部队就送他去北京学了两年医 转业后分到了县医院 当了一名内科医师 他在家里没能获得的安顿感 部队和医院给了他 因而 他对社会的认知是 跟周围的人刚好关系很重要 家庭无法依靠 只能靠朋友和组织 他所追求的 是外界对他的认可和尊重 而不是和伴侣的亲密关系 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就更能理解 吕的这种选择 在倡导集体至上的年代 一个人或许会迫于压力 与家庭划清界限 但绝不能脱离组织和单位 组织的认定 他人的评判 对个人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而家庭 似乎可以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 但惠才显然不是这样认识的 他的父母 曾给过他无微不至的关爱 虽然家境贫寒 但他充分感受到过 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因而 当自己组建起家庭 他也会对家庭 对丈夫有同样的期待 然而 每次他和吕讲起夫妻之间需要互相体贴爱护之类的话 吕都充耳不闻 但他也承认 吕不是一个恶男人 他不骂人 不打人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更不会和别的女人搞暧昧 只是他那种冷漠的性格 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吕不愿意做家务 也与他早年在部队染上过肺结核有关 一位患有肺结核的连长 对他关爱有加 结果 把病传染给了他 当年对肺结核没有特效药 几乎是绝症 吕一直害怕肺结核复发 所以 他会尽量让自己过得更安逸舒适 不愿意太劳累 会时常念到那句 命要紧 经过以上的分析 相信你会对吕多了一些同情和理解 他也是个可怜人 他在年幼时就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创伤 此后的人生都是在延续童年经历带给他的不幸 但是 与惠才的婚姻 以及养育子女的过程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性格 他后来慢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学着去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对妻儿给予更多的照顾 我相信 在这个家庭里也会有幸福温馨的时刻 只是书中少有记录 毕竟 当一个妻子天真烂漫地还住丈夫的脖子 问 假如有下辈子 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他此刻就是幸福的 他肯定是对答案有一定的信心 才会具体这样的问题 虽然最后他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开头我提到 作者的三本书被出版方命名为 看见女性三重走 这本书的编辑 也以从八十岁开始的女性主义为题 写了一篇手记 指出 我本分方讲述的是 女性那些不被看见的孤独 不被欣赏的失落 不被尊重的委屈 在许多传统家庭里 女性像大地一样 无言地承载起家庭重任 她们任劳任怨 忍气吞声 没有自我 虽然她们同样洋溢着生命的热忱 希望在灰烬里开出花朵 在角落里绽放芬芳 但她们长期不被看见 不被认可 情感也得不到抚慰 她们用隐忍的方式 对待内心的渴望 不去诉说 而杨本分老人在晚年 用笔赶路 回顾自己似鹿猪一样的人生 这是在用记录对抗遗忘 用书写反思命运 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重读我本分方时 我不喜欢自己的懦弱 会去想 如果我当时做了其他的选择 我会如何呢 如果我从一开始 就开诚不公地 讲出自己内心的感受 是不是现在会更好 在这本书里 她把自己的遗憾 困惑和不甘 全部倾斜而出 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是在用文学的方式 诉说内心的渴望 话说回来 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引起 广泛的共鸣和回响 是因为像惠才一样隐忍的妻子 像吕医生一样冷漠的丈夫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 依然存在 当然 随着权力意识的觉醒 有更多的女性 选择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欲求 或者逃离婚姻的烦龙 或者主动提升社会适应力 去追寻自己渴求的生活 而不是在一段不如意的婚姻中 彼此将就 消耗殆尽 充满遗憾地过完一生 这样的女性 可以骄傲地向世界宣告 我依然美丽芬芳 而不是我本芬芳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